《海灯节》 船员们回家探亲,自己一个人不会无聊吗? 哈哈哈哈,怎么会?昨天还有人请我去下棋 我要是想下,随时上去就行 上去? 啊,是去群语阁啊 先不说这个,等你休息完,咱们再去吃一顿呗 一年一次的海灯节,大家都要尽兴啊 哎呀呀,海灯节快乐呀 大好的日子跑我这里来 嗯,肯定不是来办业务吧 怎么了,有事要我帮忙吗? 哦,原来只是单纯想我了 你呀,突然这么贴心,我都不好意思编故事下你了 其实,海灯节期间我也很忙的 我问香菱要了几份菜谱,正在试作呢 你来都来了 不如试试 哎,干嘛啊 干嘛这个表情啊 不会是要走吧 别这样,保证不难吃 哦,原来只是单纯想我了 你呀,突然这么贴心,我都不好意思编故事下你了 其实,海灯节期间我也很忙的 我问香菱要了几份菜谱,正在试作呢 你来都来了 不如试试 哎,干嘛啊 干嘛这个表情啊 不会是要走吧 别这样,保证不难吃 黎月港的夜晚 比澳藏山的白昼更明亮 起初,我很不习惯这样的景色 但人们说,这就是海灯节 我猜,大家都很喜欢明亮的地方 所以每每提及海灯节,总是带着笑容 我学给你看 像这样 你会一直留在这里吗 这样 能像这样跟你见面 我很高兴 真希望海灯节能一直持续下去 不要结束 东家预定明晚的酒宴两桌 西家订的餐要送上门 啊,你来了 海灯节快乐 还好还好 忙点才是过节嘛 你要是想念万民堂的味道 千万别怕麻烦我 事情再多 陪你的功夫总是有的 嘿嘿 多谢你惦记他 造前造后都很火热 波把也很开心 你要是想念万民堂的味道 千万别怕麻烦我 事情再多 陪你的功夫总是有的 嘿嘿 来得正好 我给你挪个位置 呢 唉 林月港的景色 真叫人百看不厌 是啊 老爹给我寄了封信 说和老妈在外旅行一切都好 还祝姥姥和我海灯节快乐 真是的 去年就这么写 连说法都不该改 不过嘛 我也算继承了他潇洒自在的作风 这不 我给自己放了几天假 开开心心看风景 啊 提醒我了 回信的时候 也和他提一下你的事情吧 遇见有趣的朋友 一定得跟家里人说说 来得正好 我给你挪个位置 呢 唉 林月港的景色 真叫人百看不厌 是啊 老爹给我寄了封信 说和老妈在外旅行一切都好 还祝姥姥和我海灯节快乐 真是的 去年就这么写 连说法都不该改 不过嘛 我也算继承了他潇洒自在的作风 这不 我给自己放了几天假 开开心心看风景 啊 提醒我了 回信的时候 也和他提一下你的事情吧 遇见有趣的朋友 一定得跟家里人说说 又见面了 旅行者 直辞海灯佳节 哦 你来了 抱歉 刚才被其他事情吸引了注意力 果然又见面了 连剑三日实在有缘 今年的小灯和烟花 似乎比以往更加精细了 如何 今年的烟花会好看吗 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让期待节日的人感到高兴 真的 应该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 有意见 要直说哦 总之 节庆期间你有时间的话 记得到处走走 紧致难得 不要错过 我的空闲时间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真想带你四处逛逛 让你看看我们为这次海灯节 精心准备的布设 真的 应该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 有意见 要直说哦 总之 节庆期间你有时间的话 记得到处走走 紧致难得 不要错过 我的空闲时间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真想带你四处逛逛 让你看看我们为这次海灯节 精心准备的布设 又是一年海灯节 旅行者 黎月港 是否会让你感到眷恋 是吗 你能这么说 我很欣慰 岁月如梭 海灯节也已经飞昔比 今年的筹备工作花了不少时间 无论旁人喜欢与否 我自己对这片景色还是很满意的 希望它也能成为你旅途中的一抹亮色 感到疲劳的时候 就回离岳来看看吧 总感觉 这一路忙来忙去 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重云 你看青测庄这青山绿水 是否当得起秀美二字 我认为 我认为 想起来了 妖魔呢 行俏 快把古迹拿出来好好看看 不可耽误大事 哎呀 莫要急躁 茶要一口一口喝 是要一件一件做 要是操之过急 弄得自己父辈受敌 纵使你我二人武力超群 也难应对啊 也有道理 行吧 就再信你一回 好 那刚才说到哪里来着 有点记不起来了 快帮我想想 其实我也忘了 白先生 我想去房顶上 看烟花 那里很高 不会吓到地上的小团雀 放心 小团雀只要听到 有脚步声就会飞开 他们不会被吓到的 我们也不能在这里 逗留太久 还要去下一个地方出诊 嗯 令人更重要 琪琪 没关系 等忙过海灯节这阵子 再带琪琪去各处转转 好不好 那我要 记在笔记上 好好好 来 给你饼 白先生 我想去房顶上 看烟花 那里很高 不会吓到地上的小团雀 放心 小团雀只要听到 有脚步声就会飞开 他们不会被吓到的 我们也不能在这里 逗留太久 还要去下一个地方出诊 嗯 病人更重要 琪琪 没关系 等忙过海灯节这阵子 再带琪琪去各处转转 好不好 那我要 记在笔记上 好好好 来 给你笔 没想到 能在清测庄见到你 城门关心 近日 说若新前被邀请 来清测庄演出 虽说是唱给老人孩子听 但大家听得高兴 我也很是自豪 若新奶奶年轻时 也是为绝儿闹 如今见她 依然觉得神采奕奕 做这行就是这样 上台得时刻保持状态 现在是在台下 可以把这根弦 略微松一松 我这儿有上好的茶叶 要不要喝杯茶再走 村子里看消灯 也算别有风情 你若不嫌弃 我来慢慢为你说道 没想到 能在清测庄见到你 城门关心 近日 若新前被邀请 来清测庄演出 虽说是唱给老人孩子听 但大家听得高兴 我也很是自豪 若新奶奶年轻时 也是为绝儿闹 如今见她 依然觉得神采奕奕 做这行就是这样 上台得时刻保持状态 现在是在台下 可以把这根弦 略微松一松 我这儿有上好的茶叶 要不要喝杯茶再走 村子里看消灯 也算别有风情 你若不嫌弃 我来慢慢问你说道 与人生鼎飞的梨月岗相比 这里亲近许多 海灯节快乐呀 最近过得还好吗 希望你一切顺利 不要像我一样犯愁 也没别的 就是 如你所见 海灯节诸事繁杂 我本应回玉京台 帮着一通处理 宁光小姐 去劝我再多休息几天 说是工作不急于一时 佳节期间 还该和亲友聚聚 可真要待在 流云真君身边 不出几句话 她一定会问我 今年工作怎么样 有没有心上人 是啊 还不如回去加班呢 唉 不过 说出口之后 感觉已经轻松一些了 嗯 谢谢你能来陪我 唉 怎么连你 唉 不过 说出口之后 感觉已经轻松一些了 嗯 谢谢你能来陪我 你来了 我猜 今年的海灯节 也一如既往 妖魔退去 人民安靠 来这里 总不会是要请我去城里看烟花吧 我待在这里就好 烟花飞得足够高 无论身处 无论身处何处都能看见 想找我的人 也都会过来 在这里跟在城里 本也没有什么分别 避水接天 繁花盛海 说的就是笛花洲了 深处云上 远望月落日升 时间也变得模糊了 时间也变得模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